深圳的大哥找到我 那是唐僧附体叙叙叨叨 而后啊 哥哥我在深圳打拼20多年 在别人眼里也算个成功人士 无奈 我是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不像我想象中的样子 压力大的像孙悟空 身材变得像猪八戒 发型呢 三年前跟你差不多 现在已经跟唐僧一个样了 我去 客户领导之间呢 各种应酬就像打不完的妖精 更重要的是 随着年龄增长 你西天呢 那是越来越近的 但是你哥我却不快乐 大哥也送你俩字 有钱他妈烧的 人活着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确定自己想要的 其他的就不要在乎了 不能啥好事都是你家的 对吧 大哥听完若有所思 二货呀 哥哥我喜欢你这份 看起来放荡不羁的直爽和潇洒 给哥选个小料玩 哥啥也不懂 就信你好嘞大哥 就这块110克 后将冰心底的胶块啊 料子完整全脱沙 看皮壳呢 很多人会觉得有利啊 外行了吧 这是皮壳纹 很多呢是不进的 这料子开完 那肯定纯纯的 美美的 甜甜的要死 不服来战啊 现在开干 大窗呢 完整的冰心底的胶块 春春的甜甜的 犹如18岁的姑娘 那叫一个美 重要的是后江水长啊 起货还会翻 大哥看完很满意 二货东西是好 就是太小 给哥呢整个大的 放在办公室当百贱 哥也啊 喜欢的东西不在于大 不在于多 贵在至高求精 这小料呢 您先玩啊 后边料子我先不给您选了 您多花点时间呢 配家人吧 石头呢是冰冷的 因为有爱才有温度 好了我是二货飞驰 飞驰出品呢 比你竞品 喜欢飞驰的 双击加关注